一方面美军入侵阿富汗 在那边占领了20年 那写不论它的动机 它确实造成 我们刚刚看到数据 其实美军死了2000多人 但是阿富汗人民死了 就将近6万多 所以确实阿富汗的损伤很重 当然这不见得是美军造成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又确实投注了大量的资源 对它的GDP 对它的老板的平均寿命教育 都有大幅的改善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似乎让我们很好奇 到底你说美国不是也不全面 说它好 但是它好像又不是真的那么好 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个 在国关学术界里 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National Building这件事情 就是国家建设 那美国自己学界对这件事情 跟政界对有个讨论 就是说 一方面美国有孤立主义 就是所以劝大家不要往外走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又好像很爱跑到别的国家 去改造他们的国家 然后为他们建设美国自己 以美国自己为模范 去建设他们的自由民主 甚至自由市场经济 我想请问老师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到底它是公事过 工过不敢说 但是学国际关系会有碰触到美国建国 立国以来的外交政策 大家普遍会说 它有两个大的拉扯的力量 一个是Isolationism 就是孤立主义 另外一个是国际主义 就是美国的国际责任 两者中间一直在拉扯 那么在美国的主要两个政党中间 也有一丝丝可以拿来做分野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2001年的 那个context中间 它有特别的意义 小布希当选的时候 我们开玩笑 这跟大陆一样 叫做黑帮回朝 也就是说老布希总统的一部分旧的幕僚 回来帮助这个以前老板的儿子 中间有一部分人非常强的 那个时候未成风潮 有一本书叫做The Rise of Vulcans 那么它讲的就是Neocon 也就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这群人 他刚好都在决策位置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要扩张民主 也就是说我要把你的国家变成民主化 我不惜推翻原有政权 我要把民主化弄出去 推销出去 扩张民主的领域 那所以刚好在Neocon的这样子的一个 决策比较多的人的共同想法中间 所以美国再碰到911事件 他就会在以复仇为主 或是追缴恐怖组织以外 他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要建构在中东 或者是在一个以前不可能治理的地方 我要去建构一个美国式的 或是符合西方期待的一个民主 那么这一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不觉得这些Neocon 所谓新保守主义者 他有那么崇高的理想 他有十字军东征的那种心态 但是确实这两个就是扩展民主 以及这个 他又牵扯到另外两个信念 一个叫做Preemption 先发制人 那么所以对当时的小布希的内阁 第一就刚上任时候 那个时候的内阁 主要的国安团队 他们基本上要这样做 我觉得刚好是那个时间点 因为911事件发生 所以美国军队又进去 他们希望要扶植 这个也是后来要推翻 海山政权的一个伏笔 老师 刚刚您其实最后有 有给我们一个示警 我有接受到 你有提到拜登在谈 这个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他有说美国未来不介入 连自己人都不打的内战 那这句话听到台湾很多人的耳里 其实心里就会有一点怕怕的 就会怀疑这个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 那这句话两个重点 自己人都不打的内战 那内战这个词 因为两岸关系很独特 也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担心 所以想要请老师多讲一点 到底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 在这一次阿富汗事件后 我们应该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美国永远捍卫他自己的利益 25年前台海危机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讲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不会给台湾一张空牌的支票 而用我们美国子弟的鲜血 去写那个支票上的数字 25年前就讲过了 那内战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卡在上面的一个关键 为什么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3月 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 再度的把中国大陆 如何看待两岸关系 把它Codify 就是把它写成法律的文字 说什么 是我们现在两岸关系 就中国大陆定位 是尚未结束敌对状态的内战延伸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内战 而我们在台湾看的是 一个是1911年生出来的 一个是1949年才生出来 两个人差38岁 所以跟是不是内战是两码的事 这也是两岸关系基本上会根本 我们再回过头来 谭思庭刚刚问那个问题 我还是要讲 基本上介入别人的内战 私立不讨好 你扶植的人未必受到全民的拥戴 你反对的人 他未必那么容易被消灭 我觉得以我们现在来看 美国最近十几二十年的这种发展趋势 美国要主动地拿自己的子弟兵的性命 去捍卫美国利益 会 但是去捍卫台湾 保卫台湾 而台湾目前募兵的状况 自己国防的投入 很可能到不了美国这个标准 另外想请教一个老师问题 因为老师自己的专业是主要是军事 然后您刚刚也提到一个问题 您说你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阿富汗问题上 可能军方的 就是文人政府的决策 未必是军方自己会想要的 但是军方被迫要接受总统 或者三军统说的领导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自己一直很好奇 但想说跟这些方面有关系 就是所谓撤军日期的限定这件事情 我一直很不太懂 就是说从纯粹军事角度来看 一方应该不至于会明白的告诉 另外一方我什么时候就要撤退了 那既然你讲了 我们就可以说反正你要走了 一来你是越来越弱 二来你的兵力会下降 那我就乘胜追击就好了 那这个东西到底 为什么美军会明白的讲出来说 我要在911之前 在8月底把所有军队撤完 这不是留了一个很大的 战略上的一个窗口 给对方来偷袭你吗 对 嘉玄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也相信这个日期 不是美国军队指挥官 他最开始思考的问题 政治政客 还思考日期的问题 川普总统去年谈的是 今年5月1号就走光 然后拜登总统先说 今年911也就是今天 以前撤完 最后又提前 到8月中旬 最后拖到8月31号 Anyway 为什么定日期 我觉得 政治人物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点 去做 好的政治人物 会把所有的将领 召集起来 说我要尽快撤 你告诉我 我今天尊重你 你告诉我 最快最快 依照你想要的 是什么时候可以撤完 你告诉我 我去跟对方讲 比较差的政治人物 是我自己画一条线 然后直接去告诉 所有的指挥官 我不管你会丢下多少武器 你就给我在哪一天 给我走掉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 我们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 对我们政治学研究者来讲 很严肃的一个课题 就是美国的军文关系 生大病 这个会影响很多 未来美国的军人决策 这个是一个重要问题 谢谢佳璇 老师我再回来问一下 刚才有提到 其实过去20年 美国他都深陷在中东的尼闹 那现在从阿富汗撤军了 要面向亚洲了 那接下来对于台湾呢 中国当美国调整他的战略之后 他会为了修复他在国际的形象 加深跟台湾的双边关系 又或是他会加深跟中国的合作 美国看两岸 他整个对华政策来讲 基本点还是 基本点还是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经济利益 那美中关系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相当长期的一个竞争的格局 也就是说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都会在竞争状态的情况之下 台湾放在哪里 美国怎么看台湾 美国看台湾 其实是一大部分来讲 是被北京教的 因为北京一再地跟华府讲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 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他一再地讲 讲到美国人都会背了 所以美国人说 原来如此 那我弄台湾一下 北京就会跳一下 我只要讲什么事情 扯到台湾 北京必有反应 川普总统就接了一通电话 测试了一下 果然有效 所以美国在战术上面 会把台湾当作一个 第一则得到北京的注意力 高则激怒北京的一张牌 或一个按钮 但是在更远的来讲的话 我们要从整个地缘来看 确实从 不管从军事用兵 或者是美国跟同盟之间的关系来讲 今天美国要互助东北亚的日本 美日安保同盟 如果失去了台湾的左右边的航道 或是空域 确实危险性怎样 这个毫无疑问的 台湾又刚刚好 台湾西边的水是浑浊的 台湾东边的水是深蓝色的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拥有台湾 它就会建构直接插入西太平洋的浅舰基地 这对美国的岛链防御来讲 确实是一个隐忧 因为浅舰是最天然的隐形物 双背或载胎 那么所以台湾确实有它的价值 它恶控了重要的航道 它是在长三角跟珠三角的中间 它是在横须鹤港跟越南金南湾的中间 两大军港的中间 所以它确实有它的地位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当西太平洋第一岛链 扩张到印太地区的时候 那个center of gravity 那个重心很可能不在台湾 还是在南海甚至Vietnam 才是真正那个地理的重心点 就是你可以撑住整个印太 它不再是台湾 所以这个台湾不可以 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论述和见解 认为美国不能丢掉台湾 不然美国就惨了 即使如此 我跟你保证 我在华盛顿听了太多的美国国防官员 跟我讲说 我们没有台湾 照样可以制约中国 所以少跟我讲这一套 我听过很多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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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